1943年7月 西西里岛战役打响 盟军集结约50万大军向意大利挺进 目标将岛上的德军赶出意大利 在岛上 有一个叫做瓦勒诺的小镇 因为各方战线吃紧没有人手 美军只能派遣一支连队过去 占领小镇 带头的名叫大宝 上尉军衔 此前 他曾被将军单独召见 将军命令他接管C连 初来乍到 大宝甚至连连队负责人 都找不到 而他呢 作战经验又不多 关架子却不小 对于连队老人 司机中尉也是一脸不屑 司机提议 我们可以给他们送一面小白旗 让他们主动投降 大宝一听 老弟 你开什么玩笑 你当时玩呢 大宝不听司机的建议 他认为 城中指定有一场恶仗 那些意大利士兵各个凶神恶煞 怎么可能会投降 所以 还是各就各位按部就班 一点一点绝进到镇里为上上策 来到镇里 看到空无一人的街道 所有人内心不禁发出感慨 难道真如上尉所说 是个陷阱吗 还真别说 司机经验就是丰富 哪有什么陷阱 哪有什么危险 这不 人都在这踢球的吗 怎么回事 大宝上尉和队员们都懵了 村民们 意大利士兵 将他们团团为主 片刻 一名意大利军官来到现场 此人名叫阿福 意大利士兵们的老大 大宝还没有说话呢 人家就表示 我们投降 我们很乐意投降 好开心 好激动 只是在正式投降前 我们还要进行狂欢一番 唱唱歌 跳跳舞 喝喝酒 然后再来一场足球比赛 想想都有些小兴奋 大宝在战场上 哪里遇到过这种情况 他心里只想着 赶快让对方投降 然后给上级通报 领赏 哪知 人家阿福队长 就是这么执着 明天投降 就明天投降 今天晚上 我们还有盛大的舞会呢 这才是正事 连走时 他特意给大宝 摆了一个挑衅动作 引得众人一片欢呼 大宝彻底怒了 他命令司机 去把阿福抱走一顿 有什么用 人家再一次鄙视他 司机劝为大宝 老大 你能不能淡定点 人家不就是过个节日吗 你让他们过又能怎样呢 那总比干颖仗要强得多吧 来吧 狂欢吧 烟花 音乐 舞蹈 搞起来 能不能拉动小镇的GDP 就看今晚了 大宝这家伙一刻也停歇不了 异常忙碌 别舞不扬 他可不是在跳舞 他是在劝别人不要跳舞 他都部署好了 小队成员今天晚上全副武装 全程戒备 不准任何人参加晚会庆祝 你说管用吗 看到人们载歌载舞 喝酒欢乐 士兵们不玩吧 和自己过一步去 玩吧 又和大宝过一步去 总之气氛烘托到了这里 还管那么多干嘛 那就放开了怼吧 似乎整个晚会只有一个正经人 那就是大宝 大概不是他不想玩 而是他在那个位置 真拉不下那个脸 上一秒还在怼别人 哦 下一秒就和别的女人搂在一起 想都不敢想 然而司机却又另一番打算 要想兄弟们玩的嗨 还得把大宝拉下水 怎么办 他把大宝拉到市长家 市长的女儿是整个城里 数一数二的大美女 窈条淑女赛天仙 不爱帅哥 爱长官 大宝又不是什么圣人 看到美女能不激动吗 况且 美女一个劲的灌酒 她又怎么好意思拒绝人家呢 老市长也倒是有趣 专门坐在旁边监督两人 时不时暗示女儿继续灌酒 哎呀妈呀 外面的兄弟们可玩疯了 在门外 司机注意到阿福也在寻找机呢 这个时候去打扰他们 计划不得全部落空 兄弟们还能不能愉快的玩耍了 索性 他把阿福带到另一个宴会场所 喝酒喝的连基纳是谁都记不起来了 在一个房间里 美军士兵们正在与意大利士兵赌博 打牌 突然大门打开 大宝在基纳的带领下走进房间 很显然 他已经喝的连老妈都不认了 上楼都非定 下面的人不敢动 也不敢出声 缠步默默目送两人走进房间 经历一夜的 禁歌热舞 酗酒宿醉 小镇寂静无比 美军们各式各样 躺在大街上 几乎没有一个人的睡姿 是一样的 看起来 他们是真的欢乐了一晚上 司机中尉与阿福队长 依偎在一起 熟睡中 突然一声呼喊 司机惊醒 什么情况 哈利少校即将抵达这里 司机马不停蹄坐上汽车 直奔聚集地 里面呢 不少人还在争吵 昨天晚上 两拨人打牌 竟然互相换了军装 这可怎么办 意大利士兵变成了美军 美军成为了意大利士兵 就在司机吉利劝说时 哈利少校从门外走了进来 司机向他解释 这里是地狱 你看看士兵们都被折磨成什么样子了 少校哪里知道 他们是打了一夜排的意大利士兵 看上面 大宝这丝颠着个酒盆子 从楼上大喊大叫 滚了下来 司机赶忙向少校解释 我们老大为战争操劳过度 你可别误会啊 下一秒 来到房间里 机拿穿着大宝的军装 从卫生间里走出来 司机非常尴尬 别误会 他其实是个医生 专门看护我们老大的 不管哈利少校信与不信 似乎一切都不重要了 穿着意大利士兵的美军 在司机的事以下 将他们全部俘虏 司机告诉带头的 你最好小心点啊 可千万不能把我们少校 单独关押起来 得了 他们要的就是这句话 单独把少校关押起来 狂欢一夜 意大利士兵们刚刚从宿醉中醒来 他们没有忘记还有一件事情要做 那就是举白旗向美军投降 大宝尚未如痴如醉 很不清醒 一个跟头栽进了水池里 司机只好代替美军 正式接受意大利士兵投降 此后 阿福发现 吉娜和大宝竟然睡在了一起 他觉得 自己受到奇耻大辱 他下令 全体意大利士兵 尾欧美军 还记得开头吗 吉娜可是阿福队长的女人 如今 美军到来后 吉娜又成为了美军的女人 这怎么能让阿福队长咽下这口气 无独有偶 一架美军侦察机刚好从上空路过 摄影师拍下了广场内 意大利士兵与美军士兵肉搏的场景 波尔特少将不禁感叹 我的士兵就是猛 大宝稍清醒 司机将哈利少校到来的消息告诉了他 这家伙现在连腿都站不直 司机只好架着他 强行与阿福谈判 意思就是 两支队伍演一场戏给上面看 怎么演 拉开架势真刀真枪的干一仗吗 怎么可能 一死一死得了 这边打空包弹 那边收到子弹后 假装倒地死亡 这还不简单 或许 波尔特少将此刻还以为 C连在小镇血战呢 突然 司机叫停演习 他告诉阿福 你们能不能认真点啊 能不能别让村民们在一旁看热闹 我们这打仗呢 结果 又一架侦察机从上空掠过 这一次是德国的 看到下面的场景后 他们决定派遣一个装甲师 把登陆的美军和英军一网打尽 德国人可不管你是意大利士兵 还是美国士兵 通通都得抓起来 包括阿福队长和大宝上尉 阿福还询问呢 你凭什么抓我呀 凭什么 德军指挥官告诉他 你都快和美军穿一条裤子了 我不抓你 抓谁呀 大宝尚尉气愤不已 他责骂阿福 要不是你拖延投降 老子也不会被俘虏 你是我的克星吗 在城中 还有两个小偷 他们始终梦想着发大财 两人悄悄在地下挖地道 围间竟打通了一个地洞 没想到 正是哈利少校的房间 就这么的 哈利少校沿着他们的地洞 来到地下迷宫 左逛右逛 怎么也出不去 搞得他有点神经兮兮 戴上中世纪的帽子 拿上三叉戟 口中念念有词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要去打鱼呢 在上面 大宝一个不注意掉了下来 两人面面相去不知所措 搞得大宝一愣一愣的 随后 司机和阿福也跳了进去 这不就是出路吗 来到酒店里 一帮意大利老正商量着 怎么拿德军指挥官的尸首 去苏联换取福利 还有比下药更好的办法吗 又猛又快 晚上 美女吉娜请指挥官喝酒 起料 指挥官一杯下肚 连眼睛都没眨 死翘翘 说起来 大宝还真是个逗逼 他与阿福队长在剧院 弄了一套衣服 阿福假冒德军军官 他打扮成一个妓女 在小广场 他们被一个军官看上 就这么的 大宝与军官来到酒店里 准备共享两人世界 又是唱歌 又是跳舞 趁机 他利用上厕所的机会 悄悄溜走 唯一间 他来到吉娜的房间 就看到了眼前这一幕 怎么办 他只能穿上指挥官的衣服 与吉娜悄悄开溜 等德军发现时 指挥官已经死去一个多小时 德军下令 在明天一大早太阳升起时 枪决所有人 还别说 大宝假扮德军指挥官 还真的骗了不少人 德军看到他都以为是老大 实际上 司机他们并没有闲着 许多人围在广场漏洞 不让德军发现 士兵钻进地洞 听后司机调遣 他下令 从现在开始 每一个人遇到德军 就想办法把他的皮扒下来 等到天亮 我们就组成一个队伍 去打劫他们 任务有了 大家分头行动 各忙各的 袭击落单的德军 打劫成队的德军 一切行动都十分顺利 很快 数十人的德军小队 便组织完成 第二天 太阳升起 德军准备对 意大利和美军俘虏 实施大屠杀 小号吹起 数百名德军 集体向美军投降 伯尔特少将 浩浩荡荡抵达小镇 受到了民众们的热烈欢迎 高兴极了 大宝告诉他 意大利人拒绝投降 除非等他们过完派对 才可以 晚上 小镇又是一片 静歌热舞 伯尔特少将呢 和当初大宝的待遇一样 音乐打开 吉娜登场 小九造起来 原来 将军你也是这样的人呢 哦 忘了 还有哈利少校 他在哪呢 他正在城门楼子上 看场子呢 好了 本期故事已经完结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观看远片 意想天开大逃亡 最后 别忘记点击视频右下方 订阅 关注 我们下期见